香港和台灣的電腦廠帶起了Netbook 電腦的熱潮 之前 Sony 出了一部可以用褲袋的Netbook 現在在韓國的廠 出了一部很小 好像一部 PSP 或 NDS 這麼大的 VMPC 電腦 它叫做 VILIV 它跟 NDS 一樣大 機邊沒有多餘的按鈕 開關、聲量、保護蓋裡有 USB 數據 但唯一沒有了 SD 卡插槽 這部機器要怎麼做呢? 就要放在電話上 它有一個專用的介面 而這個狗功格蓋會有常用的 programa 例如,我剛才選了 MSN 一個 按鈕開的時候要移動一層 按鈕的過程中 狗功格蓋會離開畫面的右上方 現在可以用到 讓我們再看看 狗格有不同的 Program 而且有很多層 S5 手機的手機是很小的 好, 安定器 我們先把Windows Media Player開啟 弄得很快 這部手機的螢幕很小 所以用手指按鈕 就像用Windows Mobile 手機一樣 用手指按鈕 所以就用手指按鈕 用手指按鈕 試試上網 S5 手機一樣是來自WiFi上網 好, 上官網看看 連接都很快 但我又是用手指按鈕 開始用手指按鈕 用手指按鈕 可以用手指按鈕 用手指按鈕 好, 到另一個方向 看我們到Youtube OK, 收取得很快 OK, 收取得很快 當然是用高清片看看影片的功能 看看會不會像其他電腦一樣 一會兒 不止沒有侄,非常漂亮 流暢,很大聲 機內置喇叭也不錯 詳細介紹,請看今期CATCHOPS雜誌